各位聽眾好,接下來這場議程叫Pumpkin為各位帶來 他如何用Windows,誒用FaaS,講錯,如何用FaaS Linux Kernel去找到多個CVE並回報,那我們用掌聲歡迎他 各位好,我是Pumpkin 這次的議程主題是搭配模擬測試對Linux核心SMB系統,進行漏洞挖掘 我是Pumpkin,目前是DevCode新的資安研究員 同時我也是在NYCU的SenseLab,剛畢業 同時我也是Steve Tim,TSJ活躍成員之一 今天會為各位講一下我是如何透過FaaS,以及我自己人工挖掘的方式 去在Linux裡面的SMB的Server找到一些漏洞,並且做回報 在第一個部分我會先介紹一下Remote Fire System的一些背景知識 然後會講說什麼是FaaS,以及我使用的FaaS是SysColor 所以我會講一下SysColor的一些背景知識 那第二個部分我會說明一下CaseMbd 也就是在Linux的核心裡面的SMB Server是怎麼運作的 那之後我會說我是怎麼建置模擬測試的環境 因為FaaS本身可能會需要一些調整 所以我透過一些調整才去成功順利挖到一些洞 那最後我會講一下找到這些洞的成因以及它的影響性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那首先我先介紹一下什麼是Remote Fire System 那簡單來說它就是使用語言端的伺服器的硬點去儲存我們的檔案 那因為儲存因為我們需要去透過存取伺服器來操縱檔案嘛 所以我們所有的操作都是透過網路傳輸來完成的 所以它也被叫做Remote Fire System 那最理想的情況下就是用戶端呢 它可以用一個使用普通硬點的方式去存取這個伺服器的硬點 然後來存檔案或是寫檔案等等的 然後常見的應用就包含像是NAS或是Windows的網路方領 然後在這個Remote Fire System的實作底下呢 有常見的三個協議像是FTP或是NFS或是SMB 那左邊就是Windows網路方領的使用者介面 那右邊是在Linux這個作業系統當中呢 我們使用了SMBClient這個工具去存取一個SMB的Remote Fire System 那Linux Kernel的核心呢 裡面實作其實實作了兩個協議的用物段以及伺服器段 分別是SMB這個協議以及NFS這個協議 那SMB的Client端呢也被稱出叫做CIFS 那Server端叫做K層BD 那NFS的部分是Client端也被叫做NFS 那Server端就是NFS的DAMON就是NFSD 那這邊是預設就是我昨天剛找的Linux Kernel最新的版 然後它的預設的Kernel Config 那其實看得出來它的我們在預設的情況下 只有NFS的Client端是有被編到Kernel裡面 那SMB呢或者是NFSD都沒有被編到裡面 但是對ubuntu來說呢 這邊是ubuntu 23.04的Kernel Config 那其實是它其實不論是SMB的Server或是CIFS或是NFSD 都是以Kernel Module的方式去存在 就是它們雖然沒有被編到裡面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用Kernel Module的方式去使用它 那我們今天只會著重在SMB的這個協議 然後接下來講一下發行 發行是一種自動找出程式漏洞的一個機制 那它的實作方式 應該說實作方式有很多種 對它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那負責執行發行的這個邏輯的程式呢 我們稱作叫Farcer 那Farcer呢還可以再根據我們測試對象的不同呢 再做細分 那像是UserSpace的Farcer就是 像是Ever或Ever加加 那這種東西就是對UserSpace的程式 就是我們平常在使用那些程式呢 進行模模測試 那另外一種是Kernel Farser 像是SysColor或是KFL 那這種Farcer就是對 不論是Windows的作業系統 或是Linux的作業系統 或是MacOS的作業系統 這種東西進行模測試 那最後一個是比較少見的 是HyperFlycer的Farcer 那像是HyperQ或是NYX 那它其實就是測試一個Function Machine 它實作的一些程式漏洞 那Farcer呢一共可以分成是五個步驟 首先呢我們會有一個Farcer 就是用來執行發行邏輯的一個程式 那它會透過Folk加EXCVE 這種直觀的方式呢 去將我們的測試目標給建立起來 那同時呢Farcer也會保存一個叫CQ的東西 就是它放入我們要去 要去位給這個target當作是輸入的一些資料 那一開始存在在這個CQ當中的資料呢 被稱之為Initial Seed 所以當Farcer載入之後呢 它就會從這個CQ當中去取得一個input 然後位入給這個target的程式 所以target程式它可能會以檔案的方式 或是以這種FarerDescripted的方式 去等待一個input進來 那這時候Farcer就會將這個資料給位進來 然後之後target就會繼續執行嘛 那這邊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所以它只會有一個SwitchCase 然後左邊是CaseB 右邊是CaseA 那CaseB的情況下它就會走到一個正常的程式碼 並且正常的離開 那在最後結束之後呢 我們的target程式會將這些Base 就是這些程式的執行過程中 走到的BaseBlock的程式覆蓋率 回傳給Farcer 那你可以將這個BaseBlock 視為一連串的程式碼 那在這段程式碼當中呢 不會有什麼JumpBranch的那種instruction 讓它跳到其他的branch上面 好 那Farcer 當Farcer接收到這些coverage之後呢 它會去做一些變異策略的調整 因為它希望能走到越多的coverage 就是探索到越多的程式碼是越好的 所以它會對它的input做變異 並且它會根據它的那個回傳的coverage 去做一些調整 那之後呢它會產生出一些新的input 那這邊舉例來講就是ACB ACD 之後它會從CQ當中去取得下一個input 那這邊就是A 那當我們的target讀取到A之後呢 會繼續往後做 那最後做到後面呢 因為A的程式碼最後會走到一個bug的程式碼片段 所以我們的target就會觸發到可能是segmentation false 或是等等的一些錯誤訊息 然後我們的target呢 最後會將這些訊息給保存起來 然後回傳給我們的Farcer 那Farcer呢會先做一些初步的判斷 並且最後把它存到是檔案系統當中 那所以我們的使用者呢 可以最後在檔案系統裡面去取得那些像是 當初我們的輸入的input 或是一些錯誤發生的地方 就是從這些錯誤訊息當中去取得 那再來講一下syscaller 就是我這次使用的Farcer 那syscaller它是以系統呼叫的參數 以及順序呢 作為便利對象的一個kernolFarcer 那它有影像的特色 首先它提供了一個友善的GUI 讓我們可以去觀察到這些 這個Farcer呢在動態執行期間呢 是有怎樣的狀態 另外一個是它很方便使用 並且基本上你只要有一個電腦 然後你只要跑一台VM的話 都可以把它跑起來 所以它架設非常方便 那最後是使用者 他可以透過自己的需求 去調整一些測試的方法 像是你的syscaller是怎麼去做呼叫的 以及它的參數要怎麼傳遞 這些都是透過它提供的介面去做設定的 那syscaller呢一共分成是三個比較大的component 分別是sysManager跟sysFarcer以及sysExecutor 那sysManager呢就是它是執行在host端 然後它負責去將VM給執行起來 並且做一些環境的建置 那sysFarcer呢它跟我們測試的kernol呢 執行在同一個VM當中 那它是負責產生出syscode的sequence 並且去根據我們從kernol取得的coverage 做一些便利策略的調整 最後呢 因為sysFarcer是產生出syscode sequence嘛 必須要有人去執行它 那這邊就是由sysExecutor 去負責去執行這些syscode sequence 那除此之外呢 它其實在這個系統底下還有一些機制 像是sysLan sysLan是sysColor呢 去用來定義一個syscode格式的一個程式語言 它其實不太像是程式語言 就是它沒有到很複雜 那使用者呢 他可以透過去定義這些 就是根據這個語言呢 去撰寫它的程式 那去讓它可以根據不同的子系統的需求呢 去做客製化的描述 那我們以下面這張圖為例子 像這邊是定義了三個syscode嘛 就是open,re跟close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最後一個還有openMode這個變數 那其實後面對應到的是一連串的一些macro的值 那這些變數呢 它其實是可以讓我們的openSyscode的第三個參數 也就是mode的部分呢 去指定這個mode它的值要從哪個地方來 不然如果我們在便利的時候 傳入一些非允許的詞的話 那它可能完全都不會做事情 那當這個language的程式 這個原始碼呢 透過動態的處理之後呢 它變成是一個program 那這個program呢 是定義了整個syscode sequence的執行順序 那這個program呢 它同時也作為c的存放在cq當中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下面那張圖 它每一行都是定義了一個syscode的呼叫 然後包含了它的參數啊 以及它的值是多少 那數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發現說 當這個syscode呼叫完之後呢 它會傳一個指像 像是r0或是r1這種return value 那這個return value呢 它也可以做來 就是用來作為後續的syscode的參數去做使用 對 好 那我們畫成流程圖 首先呢 我們在host端會執行一個sysmanager 那vm裡面是執行一個我們要測試的kernel 那在sysmanager執行起來之後呢 它會開啟一個htpservice 跟它去初始化我們的cq 那我們先把 先不管說htpservice在做什麼 我們先放到旁邊 我們先 然後它還會去執行一個sysfather 就是在我們的fm裡面去執行起來 那sysfather呢 它又會再去執行一個sysexecutor 就是去執行那個syscode sequence 好 所以 當這些環境都建設起來之後 我們的sysfather呢 準備要開始進行mode測試了 那首先第一步就會去 先從那個cq裡面去取得一個seed 所以 它這時候會去跟sysmanager講說 就是 請你幫我從cq裡面去取得一個seed 那sysmanager就會把一個seed取出來之後 然後透過一些ipc的方式呢 傳給這個sysfather 那sysfather它會去根據這個seed 去進行變譯 然後去調整它的syscode的執行順序 或是參數裡面的一些值 那最後呢 在變譯完之後呢 它會將這個調整完的syscode sequence 傳給syscode executor去做執行 好 那這時候 因為我們的這個seed 其實是一連串的program 就是一連串的syscode sequence 所以我們的sysc executor 就會去執行這些syscode 然後執行完之後呢 那這些syscode 就會對我們的Clinl做測試 做fusing 好 那Clinl在執行完這些syscode sequence之後呢 它就會把這次syscode sequence 產生的coverage 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些baseback的執行流程 給回傳給我們的sysfather 那最後sysfather呢 它會去根據這個coverage 去判斷說 這次的syscode sequence 是不是有價值的 那這邊有價值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有透過這個syscode sequence 走到新的程式碼片段 那如果是有的話 代表說 我們還可以繼續後續對待度使用 讓它走到更廣的部分 對所以我們判斷說 這個是不是有價值的 並且把它給保存到我們的 我們的syscode當中 最後去再做使用 好 那sysfather就會持續不斷去做這些行為 然後並且 對 不斷持續執行 好 那我們回到hp service 那 因為這些都是在 就是在很底層的方面去做執行嘛 所以我們的client端 就是我們的使用者呢 基本上是觀察不到這些 就是執行流程的時候 它發生什麼事情 那總是需要有個方法去觀察它的狀態嘛 所以 我們的syscode的sysmanager呢 會在一開始去執行一個hp service 那它這個東西就是用來去 回傳一些執行狀態 給我們的client端 讓它做動態的觀察 那這邊寫了兩張圖 第一張是syscaller的執行狀態統計 像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發行持續了多久 然後它的config 它的curveconfig 是用什麼 然後它目前的corpus 也就是cq當中 是不是有多少個seed 還要被等待的執行 然後它目前的coverage長什麼樣子 然後等等的一些 一些detail 那另外呢 當我們的syscaller 它偵測到核心錯誤的時候 那它也會將這些核心錯誤的 錯誤訊型呢 保存到我們的檔系統當中 並且透過這個hp service的方式呢 回傳給我們的使用者 那像是這邊就是 它可能找到一些錯誤訊息 然後幫它給記錄起來 那這些錯誤訊息呢 包含了 主要是包含三種資訊啊 第一種是count 就是它到底觸發了幾次 第二種是less time 就是你在上市的時候 就是最新一次找到是什麼時候 那最後是report 那report的話就是 可能要根據你的syscaller的config去決定 那它如果有的話 基本上就會是一個 就是可以被reproduce的一段c的程式碼 那講完了background 那我們這邊回到casembd 那在介紹casembd之前呢 我們必須要對就是 我們一個linux kernel的client端 它在對一個掛載的檔案系統做操作之後呢 它會執行哪些行為 所以我們這邊一樣是以一個流程圖來說明 首先我們身為一個用戶端 那我們執行了一個命令叫做eco-test 然後到一個掛載的smbserver的一個目錄 那對它底下的這個a.txt檔案做寫入 那做寫入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是 我們要把檔案寫到 我們要把資料寫到檔案裡面嘛 所以底層的syscaller 其實是會呼叫到syswrite 那syswrite呢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high-level的包裝 所以它底層會去看說 這個system code呢 這個目錄 它到底是對應到哪樣的file system 那前面提到說 smb的client端是被叫做cifs嘛 所以我們這邊會用cifs的處理方式去做處理 那cifs會做什麼呢 首先它會去看說 就是像我們smb1的這個目錄呢 它其實是對應到某個ip底下的某個port 那這其實就是代表說 我去掛載的時候 我是掛載到這個ip底下的這個port 然後去存取它的smb的server 那因為我們知道ip跟知道port嘛 所以我們必須要發送一個網路的請求 去將我們的資料寫到這個對應的檔案當中 所以這時候第二個步驟呢 就會傳送我們的right請求 並且順便傳送我們的taste這段資料 到我們的smb的server 那接下來呢 如果remote是執行一個cmsmbd這個smb的server 那它就會去處理這個請求 那在第三個步驟呢 它會去透過VFS的API 那VFS是指說就是fartial file system 像這邊就是ext4 去將這個真正的資料以及檔案內容呢 去寫到我們的hard disk當中 因為最後在remote 一定也是以一個hard disk去保存這些資料嘛 那你在執行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需要透過一些身份認證 或是做一些設定檔的程序 那這時候 我們會在userspace去執行一個輔助程式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daemon 然後cmsmbd它就會透過IPC的方式 去跟這個輔助程式做互動 那輔助程式呢 基本上就是去讀那些設定檔 然後去取得使用者的資訊 或是伺服器的設定等等的 那這些其實就是管理員 就是我們身為一個smb server的管理員呢 他其實可以在userspace做這件事情 去調整一些檔案裡面的內容 或是做等等的操作 那講完流程圖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用文字來說明一下 kmsmbd它的定義是什麼 那kmsmbd呢 它是linux kernel smb server的實作 那它就是實作在linux kernel的kernal space 那它是一個比較新的子系統 那目前只支援了部分的smb的協議的功能而已 然後我們會以兩個面向 就是常見的smb的操作呢 做為... 來做...來對kmsmbd做介紹 那分別是condition setup 就是建立連線的部分 跟file operation 也就是操作檔案的部分 那首先呢 我們的smb呢 都是以帳號密碼作為認證的方式 像是我們可以看下面這張圖 就是... 當我們在掛載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提供我們的使用者的帳號 跟我們使用者的密碼 去掛載一個遠端的smb server 那你在建立連線的過程中呢 我們的伺服器呢 它會發送一個sessionID 去辨別不同的用戶端 就是代表說這個用戶端 它是來自哪個地方 那在認證完 並且確定連線之後呢 我們的伺服器 會將這個對應的sessionID的使用者 設置為是... 以認證的 就是這個sessionID 它是被認證過的 所以它可以做後續的比較高全線的操作 好 那整個執行流程如下 就是首先 client端它會發送一個negotiate 的這種類型的請求 然後送到伺服器 那這時候伺服器 基本上這個negotiate 是向server打個招呼 說我想要一些你的server上面的資訊 那你可以給我嗎 那之後呢 server就會接到請求嘛 然後根據它的請求內容 去回傳它的設定 那這時候client端 就能去根據這個設定的值呢 做連線的請求的更新 那在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才會真正去向server端 去建立連線的請求 那這時候server端會發送 會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產生一個challenge 第二個是產生一個sessionID 那前面提到說sessionID 就是對應到這個使用者嘛 那challenge是什麼呢 你可以把challenge視為是一串資料 那它其實跟密碼學比較... 就是蠻相干的 那我們會透過... 我們會希望... 就是server端會希望說 client端用它的自己的使用者密碼 去對這個challenge做... 做一些密碼學的操作 那產生出一組認證答案 那最後呢 在sessionAuth 就是當我們解完答案之後 我們要將這個認證答案呢 回傳給server端 那這時候就會發送sessionAuth的這個請求 那請求的過程中會帶上我們的使用者的名稱 以及它的sessionID 然後跟我們的認證答案 那server端接收到請求之後 會做四件事情 首先它會先去搜尋 就是透過輔助程式 去搜尋說 存在userSpace的這個設定檔呢 它裡面的對應的使用者 像我們這邊是user吧 那它其實會對應到一組被hash過的密碼 那這個密碼呢 它會把這個密碼取出來 然後去... 在第二個步驟 對... 又拿這個密碼 對這個challenge做相同的事情 那第三個步驟呢 它就會比對說 我...就是我這邊處理完的密碼 相關的操作呢 得到的答案 是不是跟你那邊 用相同密碼 相同密碼去處理的操作 是不是得到的答案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一樣的話 代表說 我們這邊有的密碼 都是相同的嘛 代表說你是一個認證過的 就是你確實是有這個密碼 那這時候 在第四個步驟呢 它就會將這個sessionID 加到認證的列表當中 代表說這個使用者 確實是... 有被認證成功 並且建立連線 好 那在建立完連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對... 做後續的操作嘛 像是... 操作檔案啊 或是...等等的 那... 在smb當中呢 我們稱被掛載的目錄 叫做tree 那每個tree都會有個tree的ID 然後你在新增一個檔案的時候呢 你會需要提供一個tree ID跟檔案的名稱 那這時候伺服器會幫你產生出一個file ID 那這個file ID就是對應到這個... 這個檔案 對... 對應到檔案的名稱 那最後你在操作這個檔案的時候呢 你就不需要再完整提供整個檔案的名稱了 你就只需要提供這個file ID 那smb那邊會去幫這個檔案的這個file ID做一個mapping 那之後呢你... 你就可以直接傳file ID 然後它就幫你找 然後找到對應檔案 然後做...做操作 對...就是會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好...那整個流程如下 首先呢...client端會... 它需要掛載目錄嘛 所以掛載目錄的時候 會發生一個叫tree connection的請求 那它就是請求說我要掛載特定IP 以及特定目錄的這個資料夾 那之後呢...srv端就會去檢查說 是不是... 是不是... 這個使用者他確實有掛載這個目錄的權限 那如果有的話呢... 他就會幫他產生出一個tree ID 然後會傳給他 代表說你掛載成功了 那之後呢...client端會再去... 後續會再鑑定檔案嘛 所以這時候鑑定檔案的時候 我們就會傳一個檔案名稱 以及我們的tree ID 那...srv端再鑑定到這個... 在知道這個請求之後呢 他就會去... 去處理這樣的... 這樣的請求 那首先他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就會去... 因為... 因為我們新增一個檔案 必須要去在hard disk上面做... 做操作嘛 所以他一樣會呼叫到VFS的API 然後之後呢... 他就會產生... 對應的file ID給這個檔案 然後之後他就會... 將這個file ID呢... 回傳給我們的client端 最後呢...client端在後續... 如果要去讀取這個檔案 或是... 對這個檔案做任何的操作 像是right或是lock等等的 他只要帶上這個file ID 以及他的對應的資料... 就好了 那這時候server端就會去... search這個... 這個對應的file ID 他到底是... 他的檔案名稱是什麼 然後並且對他都處理 那最後將這個... 回傳的結果呢... 就是直接回傳給client端 對... 就是還蠻簡單的 對... 好... 好... 當我們看完... 這樣的執行流程之後 我們可能會想到一些... 就是... SMB的這個... 這個... 這個service呢... 可能會有哪些... attack service... 就是... 他可能會出現哪些攻擊面 那我們這邊提出了... 三個... 三個攻擊面給... 給各位參考 對... 其實實際上還... 可能不止這麼多 好... 那第一個部分是... 我們可能會好奇說就是... 是不是有可能在... 在... 在... 做認證檢查的時候... 會... 出現一些問題 像是... 只要overflow 或是等等的... 那... 如果出現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 繞過這個認證的... 認證的流程 然後讓我們的... 就是使用者可以... 不需要知道真正的答案 就可以去做... 任意的登入 那第二個是... 解析風暴的... 流程... 那... 因為我們... 很常會有就是... 在... 請求當中會有... 像是... 偏移或是長度... 這種... 這種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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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 我的... 在解析這些欄位的時候... 沒有做... 很好的檢查的話... 就是有可能會有一些... off-bound read 或... off-bound write 這種... 這種問題的... 發生... 那最後一個部分是... 就是... server比較常見的一些問題 因為... server它必須要去處理... 來自多個請求的... 呃... 多個carren段段請求... 所以它必須要去... 就是... 它必須要再對一些... 呃... 比較重要的資料呢... 上... 上Lock... 那如果今天假設它沒有上Lock的話... 你在同期... 同時存取這個... 相同的資料之後... 你可能會發生一些... 呃... 一些錯誤... 就是錯誤... 對... 所以... 呃... 第三個問題就是... 我們可能會好奇說... 是不是在平行處理的時候... 它的請求會讓... 這些資料... 發生不同步的關係... 可能會有... UAF的... 的發生... 好... 那... 這邊講一下... 我是怎麼建設... 這個對... cansnbd... 這個... 這個service呢... 做... 做發行的環境... 好... 首先... 你必須要去將... 這個cansnbd... 呃... 找起來就是... 基本上就是看... 看手冊... 就是... 參考... cansnbd... 這個... 這工具呢... 去設定我們的伺服器... 那... 另外呢... 我在... 呃... 呃... 我...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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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如果這個... 呃... 他們有... Risk Condition... 的發聲... 那另外一個是...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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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載的時候... 他會將我們的... 這個檔案系統... 呃... 那... 斜線... NNNT就是 mount這個目錄底下 這邊提到SysColor的setup SysColor它預設會去對某個目錄底下的檔案 做一些fire operation的sys和call 因為它預設會先建立一個timp目錄 所以我們今天要把對應的檔案操作的目錄 改成是我們自己的目錄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在處理的時候的這個目錄 給改成是我們前面掛載的LNT的這個目錄 之後在SysColor在執行那些fire operation的時候 就在這個目錄底下做操作 這些操作都會發送到我們的cason.bd那邊 然後做測試 這時候cason.bd就會去處理這些請求 那就可能會發生一些錯誤 所以一般情況下是這樣子 就是當我們沒有做任何設定的時候 我們的SysParser SysExecutor 它執行一些SysCode的sequence的時候 它會去 底層會執行到一個timp目錄底下 那其實timp目錄一般來說就是 我們的一般的 就是常見的那些檔案系統嘛 像是ESAT4等等的 所以它預設可能會對ESAT4做發行 但是我們今天要測的是一個smb的server 所以我們必須將它的路徑改成是smb 也就是我們mount的那個目錄底下 那另外一個setup是我們去調整設定檔 那因為預設的SysColor它其實會執行很多 就是跟檔案不相關的SysCode 像是什麼brk或是kill等等的 那這些SysCode其實是不必要的 因為我們的smb它其實只去 它就是一個檔案系統嘛 所以它基本上只有檔案系統操作呢 才能去處理到 就是讓它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不需要這些SysCode 所以我們把這些SysCode給移除掉 就是只留下那些跟檔案相關的系統呼叫 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啟動了kvm這個硬體虛擬技術 來加快我們的執行速度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SysCode sequence可能會有包含了 像這邊舉例來講是brk 然後pulse或是bind這種 與檔案不相關的一些sysCode 那我們都把它從這個清單當中移除掉 就讓它只執行那些 與檔案相關的sysCode就好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因為預設情況下是 Qm會去透過它自己的裡面的一些 TCG等等的機制去執行整個模擬的環境 那我們這邊是透過一些硬體的幫助 去讓它執行到比較快速的環境 所以這邊執行起來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最後的整個環境就變成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前面是用戶端嘛 但我們現在變成是sysCode了 所以sysCode它會去執行一些 與檔案相關的操作 像是sysCode sy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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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底層會透過CIFS這個檔案系統 做處理 這些操作都會被發生成一個請求到 我們的CensenBT上面 所以CensenBT它就會去處理這些 根據這些請求的內容去做它的後面的操作 像是open 像是read 像是write 等等的 然後之後呢 因為我們又把它包裝在虛擬環境當中 所以這邊就是有一個抽象圖 就是我們把前一張圖的畫面給截圖下來 然後把它放到VM裡面 那這個VM是用一個Intel VTX就是硬體虛擬化的方式 把它給包裝起來 那我們就是站在密的角度去透過那些web service 然後去看一下它的執行狀態 那這邊講一下我的發現的結果 那我從環境建置到回報漏洞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那找到四個漏洞 那其中一個重複回報 那第一個漏洞是CV20231994 那這個是用人工找的 那第二個跟第三個是19931992 那這些都是透過SysCode去找的 然後接下來會對這些漏洞做一些簡單的分析 好 那首先第一個是1994 那1994它雖然是被標記成是UAF 但它其實是一個offbound的asset 那你在一個SMB的open請求的時候 你可能會帶上一個擴展屬性 那這個屬性呢 它其實是提供一個開發人員一個客製化的介面 它可以讓它去設定自己要的一些屬性 那這個屬性呢 它會透過偏移跟長度去記錄它的擴展屬性的名稱 但是CancerB在解析的時候呢 它並沒有檢查到這個偏移是不是合法的 所以會有一個預計程序的問題 也就是說左邊的部分是一個open的請求的部分的結構 那屬性裡面會有包含了offset跟lens嘛 那中間的部分就是說 當offset是正常的 就是我們沒有控制它的時候 那它的offset會存取到一個 就是一個在packet裡面的資料 但是右邊的部分就是 當我們攻擊者去特別去刻意設計這個offset的時候 那它可能會存取到一個不該存取的記憶體位置 那這個錯誤呢 它其實 因為我們預計程序的這個字串 它不會被做任何的修改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任意讀寫 那這個資料呢 在後續也不會回傳給使用者 所以我們也沒有information leak 我們也沒辦法拿到kernel的address 所以我們只能在一個 傳送一個很大的便宜的時候 讓casembd存取到一個非法的記憶體位置 然後它就會panic造成doss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 當casembd它去處理每個請求的時候 它會把它包裝成是不同的syncwork 然後去處理 但是有一個特別的點是 當它接收到lock請求 並且它的locktype是deferit 那它就會額外去新增一個async的work 代表說這個請求必須要去做非同步的處理 那這些asyncwork呢 會被另外加到一個叫asyncworklist當中 然後由asyncwork呢 這個kernelstress去做後續的操作 好 也就是說一個request裡面 它可能會有很多的asyncwork 那同時它也可能會有asyncwork 那這些asyncwork呢 又會另外被一個linked list給串起來 那最後都會有這個asyncwork呢 給處理 但是casembd它在某個執行流程的時候 它會不小心把這個asyncwork呢 標記成是sync 那當我們在請求之後呢 casembd它就會將這些已經需要同步執行的這些work給釋放掉 那這些都包含了就是 就是物標繼承sync的asyncwork 所以我們目前有一個已經被釋放的asyncwork嘛 因為它被物標繼承sync 但是它這個asyncwork呢 它還是存在於這個asyncwork linking list當中 所以我們下次再發生一個defered的lock請求的時候 就會在新增asyncwork的時候呢 發生就是存取到一個被釋放掉的記憶體位置 造成UF的問題 那畫成圖的話就是 首先我們原本的asyncwork呢 被標記成是sync 那當這個request被執行完之後 那些同步處理的操作呢 都會被釋放掉 包含了那些物標標記的asyncwork 那下次再有第三個request的時候 它可能會帶有一個asyncwork嘛 所以asyncwork會被加到linked list當中 但是因為我的linked list的結尾已經被釋放掉了 所以我下次再insert的時候呢 就會存取到一個被釋放的記憶體位置 那這時候就會觸發UF的問題 那基本上UF是一個比較powerful的一個漏洞 就是像我們可以透過可控的物件去取代這個asyncwork 那linked list的insert呢 它也會寫入機體位置 所以我們也會有information link的 那後續呢我們asyncwork 在asyncwork呢在處理完之後呢 它也會將這些asyncwork給釋放掉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一個任意物件釋放的一個primitive 那最後我們再搭配這些 洩友的供體手法呢 我們可以在理想的情況下做到提權 最後一個是CV20231992 那它的問題是發生在CIFS 那CIFS在透過process做synccode的時候呢 它會向server發送一個smv的請求 就是前面提到的 那其實在發送請求之後呢 那其實在發送請求之後呢 process會向一個叫thread respond的 這個kernal thread呢 去註冊一個CIFS事件 那同時呢在註冊完之後呢 它會整個它的執行的權限給其他process 那thread respond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kernal thread 然後負責去接收來自server的回覆 那這時候接收回覆之後呢 它會再喚醒那些註冊的process 然後把它叫起來 然後把這些接收到的資料呢 轉交給它 那畫成圖的話就是 首先我們client端 會有兩個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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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process 第一個是thread respond 就是一個kernal thread 那第二個是process a 那我們這邊簡稱叫proc a 那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使用者的一個執行程式 那這邊是落在kernal space 所以在kernal space的proc a呢 它會去呼叫一個season code的write 然後之後底層一樣會透過CIFS做發送嘛 那這個發送的請求呢 就會發送到遠端的server端 那因為我們沒辦法保證說 這個respond是什麼時候會回來 所以我們會向一個 就是前面提到的kernal thread 的sread respond呢 去註冊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就是說 當它 就請它幫我去接收資料 那再接收到資料之後呢 再把我給叫起來 對所以它註冊完之後呢 它就會去做slip 然後讓出它的執行全線 然後等待sread respond的通知 好 那這時候如果server端回傳了 就是對應的這個respond呢 它就會去把它給喚醒來 然後把這個我們接收的資料呢 透過這個respond buffer呢 給轉移到它身上 那之後呢 我們的proc a呢 就能去存取這個respond buffer 然後去使用它那些respond回來的資訊 好 那問題就是發生在 當sread respond再轉交之後呢 它在後續會等待一些時間 然後再存取一次 這個respond buffer裡面的記憶體 檢查是不是有超時的發聲 那如果process還在使用的話 那基本上這個存取就不會有任何問題嘛 但問題就是發生在 如果process這時候已經處理完了 並且已經釋放這個回覆的respond buffer的話 那我們的kernal thread呢 就會存取到一個被釋放的記憶體空間 造成UAF 所以這樣圖就是 像這邊的情況下是 proc a呢它還沒有被 它還沒有執行完 所以我們的respond buffer呢 它還是正在被使用 對 那如果今天我們送一個 就是signal interrupt 然後讓它提早被kill掉 就是被釋放掉 那它這個process就有一個比較高的優先執行權限 然後它就會把它使用到的資源給釋放掉 這時候資源就包含了那些 那個respond buffer 所以釋放完之後呢 如果這時候kernal thread的signal respond 它才去存取這個記憶體空間的話 那這時候就會觸發到UAF 那這個漏洞呢 因為目前signal respond 它存取這個記憶體呢 只是要用來檢查說 是不是有發生超時的問題 所以我們最多只能讓這個用物端 與伺服器端去重新建立連線 基本上一個是比較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個漏洞 好 最後做個結論 就是 你在做 你在將這個syscaller 或是其它發射接到你的測試對象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些限制的 像以我自己為例子的話 我必須要對syscaller有一定的了解 我才能去微調它嘛 那才能去測試到syscaller原本 沒有測試到的那些目標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語端檔系統的實作呢 其實syscaller它找不太到 與記憶體越界相關的 就是記憶體越界的存取相關的漏洞 因為它其實被CIFS 被多一層包裝 它不是直接發送 一個smb的請求 對 所以它有一些缺陷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當我在研究的時候 我也花了蠻多時間在 就是了解說 我是如何要接上syscaller的 對 所以如果你要接上的話 你可能要審慎評估你的時間成本 好 那我這邊的經驗是 就是 因為目前發行這個其實 每個領域都在發行嘛 所以它其實只會與率俱增 所以你可能配合這個工具呢 可以讓你的挖掘漏洞的效率呢 事半功倍 那最後呢 我覺得 語端檔系統它還欠藏蠻多問題的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挖挖看 好 那這邊是我的tal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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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